回到這個習近平為什麼要推翻前十度的這個討論 關鍵 從後來披露的信息來看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第三點所謂文本平衡的問題 當然文本平衡有各種各樣的說法 中共並沒有透露這文本平衡 但是從這個金燦龍等透露出來的信息看 也就是說所謂文本平衡的話 這個距離涉及到這個支撐機器 也就是說美國要派要派中國3000多個縣裡面 派舉一個代表 用中國人的話來說 還是歷屬於紀委的那種角色 這對習近平的權力來說 肯定是會有非常非常大的損害的 他不會給人就是說 他即使想要貿易談判 他也不會跟老百姓說 我是在美國的壓力下逼迫的談判 即使他在文本上可以做一些穩度表述 但是如果真正上是說 美國在各個大企業 中國的大企業 中國的發展還壓迫這個改變中國 中國特別是中共的這個制度 不管習近平是不是 就是說美國是不是真的有這個目的 當他這個就是說 中共已經就是說 得出了這麼一個印象之後 他就不可能就是說 在目前狀況下不可能這種 採集那種比較軟的 靈活的態度的處理貿易 在這裏面的紀念是硬碰硬的